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到二十一节 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 不要自高 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 只要倚靠那厚次百物 给我们享受的神 又要嘱咐他们行善 在好事上富足 甘心施舍 乐意供给人 为自己继承美好的根基 预备将来 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 提摩太啊 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 躲避世俗的虚谈 和那敌真道 似是而非的学问 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 就偏离了真道 愿恩惠 常与你们同在 主内长辈 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这次的疫情的发生 面对了生命的危险 这是第一波 跟之而来的第二波 是经济的大海啸 意思是说 由于这一次的疫情 有不少的企业 面对了经济的困境 甚至有一些倒闭了 有一些的工人 失去了饭碗 有一些的家庭 面对了经济的困境 亲爱的弟兄姐妹 后现代 是一个除了经济空间 极少其他空间的事迹 意思是说 经济主导一切 经济主导政治 经济主导社会 文化 经济主导个人 家庭 生活 等等 如果经济出现了状况 政治就会摇动 原本要做总统的 可能经济不好 而失去总统的位置 由于经济不好 它的文化也没有办法 大肆地发挥 大肆地发展 社会就不能安定 家庭就会争吵 个人心中就会不安 换句话说 经济会主导 很多很多的层面 甚至几乎 任何一个层面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中间 我们作为基督徒 怎么走过经济的忧骨 要如何去反应 不要怨天 也不可忧人 更不应该归咎于命运 认为我运水不好 我运气不好 所以造成我今天的光景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同心一致 专心依靠耶和华 让我们可以去面对 经济的忧骨 甚至走出经济的忧骨 面向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首先从个人方面来说 我们必须立下志向 过简朴的生活 并且亮丽而出 从今以后 我们对马门的敬拜的 那种自着的心态 必须放下 那么我们才可能减少 偶像破灭所带来的苦痛 同样的 让我们个人 能够专心地依靠 耶和华 那赐白物的上帝 因为那位上帝 曾经应许说 他所赐的福是富足 而不加上忧虑 而世上用自己的手段 带来的财富 也往往带来的忧虑 带来的愁苦 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提醒我们 富足的人 你不要依靠那无定的钱财 钱财是无定的 它是会变化的 它有时候会像鸟一样 长了翅膀就飞走的 因此 他不是我们专意的 依靠的对象 而是那位创造财富 赐下财富的耶和华 他才是我们的神 这样一来 我们愁苦就不会加征 因为我们没有以别神 期待耶和华 在我们生命中的地位 这是个人方面 一定要立下这样的志向 而且对自己说 我不需要太多 我也可以过得很好 立志过简朴的生活 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岳伯说 我赤裸裸地来到这世上 我也赤裸裸地离开这世界 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并不是 他没有拥有很丰盛的日子 阿Q的话语 不是 相反的 他是一个很有财富 有千万头牛羊骆驼的人 可是在一夜之间 这一切都消失了 他不仅不怨天不忧人 他说出了这样的信念 我们赤裸裸地到这世界 我们也赤裸裸地离开这个世界 收起的是耶和华 正如赏赐的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 仍然应当被称颂 这是他对神的信仰 这样的信仰 使他产生那一种正确价值观的信念 以至于他在最苦简的时候 也能够去面对它 亲爱的弟兄姐妹 决定立下志向 过简朴生活 人不需要太多 并且量力而为 量力而出 我如果赚三千块 顶多过三千块的生活 千万不可以超过三千块的生活 那就不是量力而出 超过自己的能量 将会给我们自己带来 痛苦给家庭带来负担 给身边人带来忧虑 所以千万记得 过得去就好了 同样的不要一直不断地去忧虑他 记得 既然量力而出了 就不要去忧虑 我们相信上帝养活 那不耕种的贱鸟 他也会养活他所顾系的人 就是你 就是我 我们感谢神 忧虑带来的伤害 显得意见 从身体上来说 胃溃疡 冠状动脉阻塞 在心理上 使我们也逝去的平衡和安心 这都是不好的 其实心理学的研究统计 那些的优励在我们的事物中间 其实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有优励的是 43个百分比 是根本不会发生的 30个百分比已经成为40 既然成为40 优励什么 既然不会发生优励什么 而12个百分比 是无端端地对健康的优励 怎么说呢 本来都没事 就担心 哎呀 好像我最近心脏不好 只因为有时候跳动比较激烈一点 我们就很多的挂虑 有时候头痛一点 我们就说可能我患上了脑癌 其实这是无端端的挂虑 根本就没这回事 10个百分比 是无关紧要的芝麻小事 那些小事 你去挂虑什么 为什么天一直下雨 你挂虑什么 我家的龙沟的水不通 挂虑什么 就去通它 下雨打扒伞 你忧虑什么 我忧虑因为下雨 我的伞迈不出去 我忧虑什么 我忧虑这个 我忧虑那个 这些忧虑是没有意义的 亲爱的弟兄姐 相反的 我们要高兴 下雨是好 伞很容易迈出去 忧虑什么 沟不通 就把它搞通一通 就行了 总之 水来 土烟 酱来 冰挡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让我们 一样一样的去处理它 总是没事的 所以最后呢 只有剩下五个百分比 是真正需要关注的事 所以让我们把 真个精神 放在自得关注 需要关注的事 那我们就没事 第二 我们个人方面呢 不仅要有这样的励志 也要接受在培训 意思说 我要再次的接受 顺念 好让我可以适应 新兴的智慧 面对新的计划 因为接下来 可能有新的可能性发生 那我就学习 就好像我 因为这次的疫情 我开始学习如何上网 跟人沟通 我如何 用Rune 来跟人家交往 让我能够透过这样 去查经 我要新学习 活到老 学到老 同样的 这次的疫情 帮助我们 再次的接受培训 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调查 为什么美国的经济 每一次遇到打击后 很快他就恢复 因为他们很容易 接受再训练的这种观念 相反的 加拿大总是比美国 少慢了两年 才恢复 因为加拿大人认为 作为高层上层的人 不需要再接受新的培训了 所以让我们学习 再接受培训 这是个人方面 而家庭方面呢 我们如何走出经济的优谷呢 那我们必须重建家人的关系 彼此之间更加相联合 这一次的经济优谷 给我们感受到 最能帮助我们的人 最能关心我们的人 不是别人 是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爸爸 我们的妈妈 我们的兄弟姐妹 我们的孩子 他们是最关心我们 最注意我们 最能扶住我们的人 所以呢 我们就要记得 跟他们建立好的关系 因为这次的经济的优谷 让我们更多时间在家里 在家里多时间 也可能产生另一个极端 不知道如何跟他们相处 造成孩子吵闹 自己说最近 生意最好的是卖藤条的 意思说 我们不懂得如何跟孩子相处 相反的 我们一定要学习 重建家人的关系 我们过去太忙了 我们忙到爸爸妈妈发生事 我也不知道 有一天回到家里 看见爸爸坐在沙发上 那已经是 夜晚十二点了 爸发生什么事 爸回答说 我病了 孩子过去问他 爸 你什么病 医生说 我患上了癌症 那怎么办 医生说 只剩下六个月 整个家庭笼罩在那种痛苦中间 而我们一向来都没有关心 我们的父亲 我们的母亲 我们的配偶 我们的孩子 今天 是我们重整家庭关系的时候 一同去面对经济的困境 化挥家庭的功能 让家庭团结一致 我们深信 在困难的事情 我们都可以解决 有家庭的爱的扶持 再大的海啸 我们都可以冲破而出 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 为什么上帝造了亚当夏娃 还要让他们生而育女 让他们组织家庭 我们今天生长在家庭里头 为什么 上帝给我们父母亲 上帝给我们兄弟姐妹 就是要我们有家庭生活 他知道一个人在这世界上 将会成为孤岛 他经不起经济的风浪 再大的打击来的时候 他们就消失了 相反 如果我们全家一起合作 彼此的扶持 我们深信一定可以胜过一切 阿们 所以记得要面对经济的困境 走出经济的优谷 不仅是个人方面 要立志过简步的生活 放下对马门的崇拜 并且再接受培训 家庭方面 一定要重整跟家人的关系 并且很有效地 发挥家庭的功能 就是彼此扶持 一起面对问题 彼此相爱 彼此关顾 这样一来 再困难都不是问题 而在教会方面 有一些的家庭 确实需要帮助 因此教会 应该成立援助金 教会既然是一个家 家是一个爱的地方 同样 让我们有爱 去关心我们的弟兄姐妹 家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教会是信徒的母亲 母亲生我 养我 义我 教我 这是母亲的责任 所以今天的教会 一定要记得 在经济风暴 要来的时候 预备一笔钱 预备我们的爱 去关怀我们教会中 困难的弟兄姐妹 不要斤斤计较 很多的弟兄姐妹 都不敢开口 都不敢出声 都不敢告诉我们 她面对了经济的困境 结果 他们单独去面对 悠悠愁愁 在香港 有一个安德烈行动的组织 发起人 就是因为 她过去童年的时候 遇到经济的困境 她长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家 她的爸爸 并没有赚钱拿回家 妈妈在非常困境中间 要不遇 这些嗷嗷代谱的孩子 最后 妈妈甚至蒙起了 自杀的念头 而这一些的经历 留下了十分大的阴影 后来 她跟从了主 她知道 经济确实能帮助人 她成立了 这一个组织 帮助那些 面对困境的人 帮助了 洗洗多多西药的人 教会 必须有 按得列行动 去关心 那一些西药 被扶持的弟兄姐妹 他们是我们的 弟兄姐妹 他们的DNA 跟我们的DNA是一样的 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 所以记得 教会一定要做这样的工作 可是我们不认识他们 我们怎么样能够知道 他们的需要呢 特别是大教会 我们就是要成立小组 透过小组的机制 把会友发成 一个小的小组 十个人 八个人 让他们彼此认识 彼此相爱 彼此关顾 每一个小组 加起来 成为一个团契 团契 加团契 再加团契 成为一个 有形的教会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现在大的公司 也化成很多小的 公司 小的企业 来运作 要不然 很难去关注到 各个层面的西药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今天 我们的服务要有效 我们的关爱要有效 能够进入人群中 能够进入人性的西药里头 我们就必须把它个人化 既然在个人化 我们教会 就必须把它小组化 要把它小组化 我们才能够个别的 去接触我们会有的西药 要不然 无论我们多大的努力 我们都没有办法 做到一对一的关顾 也没有办法 很具体的针对 信徒的西药 去供应 去帮助他们 相反 在小组中间 我们都能克服了 这一些的困难 而且 如果教会有这个资金 教会也有这个爱心 我们就可以 成为世纪的行动 去卸助我们的会有 亲爱的弟兄姐妹 就以世界的Mega Church 那些大型教会 都转化成 许许多多的 千千万万的 小组化的肢体 同样 今天我们在这次疫情中间 遇到这个困境之后 我们教会也更新 我们教会也改变 也把它更具体的小组化 而已经有小组的教会 像我们的教会 已经有小组 小组继续加强 更多的小组产生 更多小组化成具体行动 去关心 这样一来 我们深信 我们一定能够走出 这一次的经济的优苦 愿上帝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不仅走出经济的优苦 还要走出灵性的优苦 让我们这一次的危机 变成转机 变成我们生命 有另一个层次的认知 对上帝有一个不同的面向 对神有不同的认知 不同的经历 这样一来 我们的生命就更为美好 愿神帮助我们 愿神看顾我们在座的 每一位弟兄姐妹 每一间主的教会 Amen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默默地祈祷 很清楚地对自己说 我不要为经济而烦恼 虽然我知道 接下来日子不好过 不过耶和华的话说 日子如何 力量也必如何 耶和华说 不要惧怕 我必与你同在 这是神的应许 所以让我们紧紧抓着神的应许 帮助我们去经历神的同在 给我们克服经济的困难 走出经济的忧故 每一个人默默向神祷告 要依靠祷 去经历祷 我们一起开身 向神祈祷 亲爱的天父 你知道每一个人心中不同的忧虑 跟着来不仅是疫情 而是疫情带来的经济风暴 父啊 给我们聪明智慧去应对 更让我们靠着你安心地去面对 绝不惧怕 绝不后退 再困难 也能够保住我们的生命 有了生命 留着青山寨 不怕没柴烧 你的应许告诉我们 你一定会带领我们走过 一切死亡的忧故 因为有你的同在 我们的一切都掌握在你的圣手中 你一定会看守 引导 保守 使我们超越这一切 经历到你 我们生命更更新 我们家庭更和谐 更相爱 更彼此的扶持 把这一次的危机 变成了转机 变成祝福 我们感恩 愿神垂听我们祷告 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 与我们的家同在 把你天上的福 丰丰富富的赐下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